拥有氮气加压的太空笔 即使是在湿中的太空 甚至在水里都能正常写字 那它是怎么被制作出来的 制作太空笔需要用到不锈钢 机器会在不锈钢笔尖钻出一个孔洞 并将钢珠笔头插进孔洞 将孔洞向内压弯之后 就能保证墨水不会因为氮气加压而溢出 而笔芯用到的材料是黄铜管 黄铜笔芯跟随装配机的传送带移动 装配机会将墨水注入笔芯 并将白色小球打入其中 白色小球在收到压力时 会将墨水向笔芯压去 下一步机器会在笔芯的另一端装入笔芯 并将其加压固定 确保笔芯不会脱落 紧接着注好墨水的那一边 会被涂上密封剂 并注入氮气且用黄铜盖将开口紧紧罩住 加入的氮气都是特定的量 太多容易使墨水溢出 太少在太空容易无法使用 并且氮气是惰性气体 不会对笔芯与墨水造成损坏 制作好的笔芯经过书写测试后 机器会将表面的油渍与杂质清洗干净 被清洗好的笔芯会被分成两部分 其中一部分会装上双结笔芯 尽料机会将黄铜套套住笔芯 并将其压紧固定 同样的另一台尽料机 会将黄铜笔杆套住笔芯 并用小型冲床将笔芯用黄铜零件压紧固定 这样可以防止笔芯脱落 最后再盖上制作好的黄铜笔杆 双结笔芯的太空笔就制作好了 而另外一部分笔芯 工人会为其装上拥有弹簧的笔芯 只要轻轻按压就可以使用 我是蛋丁 我们下期见